身为医师也是鱼产品公司老板的江守山 八年前他开设了江医师的鱼铺子 全台有四十一家分店 但是现在却被一名陈小姐指控 签约加盟之后找不到店面解约 但是这保证金一百万拿不回来 整件事情现在闹大了 江医师怒告他妨碍名誉 同时强调根本没收过一百万元 这些鱼本身都在黑色的工厂处理完之后 八年前以医师身份投入鱼产事业 他是肾脏科处置医师江守山 这个鱼本身最后面的 它的新鲜度 它也没有生菌素的问题 它也没有污染的问题 创立的江医师鱼铺子 打出产品追求零污染健康无毒 开业到现在全台有四十一间加盟分店 医师成功生煎鱼饭 现在却为了加盟问题和客户闹上法院 刚初想要加盟我们公司 后来我们觉得他不适合就给他退掉了 今年三月陈小姐要加盟 签约后找不到店面 江医师要求解约 但陈小姐指控医师拿了一百万元本票不还他 协信给医师所在的医院院长求助 让真见是闹得人尽皆知 让江医师认为身心受影响 告他妨害命运 公司的规矩是要开店设备进出才会要收本票 他根本连店子都没找到怎么可能去收他本票 那法官就说那你所有的来往你都有留单据 那你本票给人家你的单据在哪里 他也拿不出来 新闻播出前联系不上被告的陈小姐 但江医师强调 云产事业成功却被友情人士盯上 一切进入司法程序 有没有A钱不是对方说说就算交给检方查明真相 新闻吴迪瑞吴宣台北采访报道